今日的ET國股推介 推介大家留意中國平安2318 簡選原因是 俄乌局勢有積極進展或簽和平條約 帶動昨晚環球風險為納回升 預料會利好中港股市 恆指可望挑戰上星期高位22,400區 下方關鍵支持是3月中上升滅口208區 我們受到疫情影響 市場預期穩增長政策將會發力 利好中資股 股份是留意中國平安 平安去年的業績略差過預期 全年盈利按年倒退29至1016億元 主要由於華夏幸福相關投資資產減值計題 合計是432億 對盈利影響金額是243億 期內,營運利潤穩定增長 按年升6%至1480億元 公司的分紅政策和營運利潤掛勾 因而派息仍然按年增長8% 穩定的營運利潤和派息為股價帶來一定支持 加上公司去年年中 宣布會動用50至100億元 去回購A股 截至12月底已經回購39億 有關回購計劃今年8月會到期 屆時平保將會根據市場情況推進 平保股價因而職後表現相對穩定 昨天收購55.45元 策略上建議在54元負責任收集 到處中線 以上方反彈的阻力69.4作為目標 葉川3月17日上升列口下方50.8要止蝕 主要大行職後給予目標價平均79元 中平需要從上70元才有望扭轉下降勢頭